有民眾反映 基隆市安樂區 新西街207巷一帶 從去年10月底 自來水公司開始挖入更換老舊水管後 就陸續容易停水 一天到好幾天不等 居民苦不堪言 沒事 灌了 每一變惡意 基隆市議員宋維麗得知消息後 特地到現場辦理會刊 要求水公司三天內一次解決問題 讓居民可以在農曆年間用水不予匱乏 今天計算了你知道嗎 太久放心之後 然後要我們來負擔這個馬達 認為不合理 不合理 不合理 來幾個小時而已 所以說我跟你講 不管來幾個小時或什麼 你叫我們安裝任何一個都去都就不合理 因為原先沒有這些問題 對啦 為什麼太久放心應該是更 讓我們更方便 11月26號後就變這樣了吧 宋維麗的要求也獲得水公司的允諾 會確實找出問題進行改善 你們要去那個 你看你偵測就我們偵測 根據做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全面的檢測 現在目前在這邊側壓 宋維麗強調 他也會繼續盯著水公司 處理好這件事 讓新西街207項居民 過一個不用擔心 沒水可用的農曆新年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